其實在雲端白板上面的那個一樣 文字與資料之後我寫的相關程式 都會在雲端上應該可以看到參考 包括之前寫的公式跟那個錄製去期 然後再來就VBA VBA部分的話是上個禮拜的部分 OK 那今天的部分在這裡 這邊的話其實就是什麼 這個啦 特別注意 寫的時候記得這邊可能還是慢慢習慣要 按一個TAB鍵縮排 因為有同學全部都沒有縮排 那當然其實程式執行也不會有問題 只是說看起來很累而已啦 因為一般程式還是有所謂的這個階層的概念 比如說你回圈裡面做什麼 那你這個地方裡面就是要再加一個回 加一個TAB鍵 讓它移到下一階的意思 好一層一層的 這樣看起來比較清楚啦 好那再來的話呢 我們就把這個這個輸出公式的部分完成 那怎麼輸出公式喔 其實最重要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 有一個比較重要的點就是說 在 這個地方 我要把這一串公式 把它放到這邊來 但是呢 放的方法 其實你會發現我下面這個公式 我前面是有加一個單引號 為什麼呢 因為加單引號 表示這一行程式不會被執行 OK 如果你沒加的話 它就會執行 大概這樣 這個就是註解 OK 那我可以怎麼樣 把這個地方 這個 這一串公式呢 Ctrl C 意思就是說 我要輸出這一串公式到哪裡 到 B2到B10 這個回圈嘛 那所以呢 我可以把它貼 我剛剛貼上 但是貼上之後 執行會出錯 什麼錯 因為它每一個都A13 那不對啊 應該是 第一個是A2 第二個A13 一次類推 那所以這個數字呢 剛好呢 就是I 也就是我可以把I的這個數字 放在 這個 A3後面這個 這個值 但特別注意啊 因為它這個後面是一個文字 那所謂的文字啊 有沒有 前後是單 前後是雙引號的話 那表示說 它是一個連串的字串 那你的一個變數啊 是沒有辦法直接放到這個字串裡面的 那要怎麼可以放 這邊注意啊 這也是一個程式的規則啦 你必須把這個字串先 切開來 然後呢 把這個I的變數 串在中間 那串的話呢 記得啊 也是跟那個 Esser裡面一樣 要用N的符號 那串的方法 我串一次 因為這個地方 尤其沒有學過程式同學 最容易 發生 這個 無法理解的 那當然其實 道理很簡單啊 是把I這個變數放進去啦 如果你暫時沒有辦法理解 你先知道 怎麼做好了 OK 做久了 之前有同學 剛開始 一直很confused 可是久了都發現 原來是這麼回事 那怎麼做 我跟各位講 E 把兩個字串分開來 所以我先選舉這個 3的地方 那怎麼分呢 很簡單嘛 兩個雙引號 那意思是說 本來它是 一個連續的 一個字串有沒有 現在把它分成兩個 這個一個這個一個 那怎麼樣把I放進來呢 很簡單 用那個and的符號 不過特別至於 VBA裡面and 前後一定要加 空白 有沒有 那也就是說 那怎麼串呢 這邊串一個 那這邊再串一個 那把I放到中間就可以了 好 這樣就OK了 基本上呢 只要把剛剛的3 變成 I 串在中間 這樣就OK了 不過我發現 有些同學可能 剛剛講的 沒有學過程式 實在是理解比較慢 那怎麼辦 我建議你剛才先背口訣好了 好像發現同學背口訣比較快 這個3怎麼做 記得 你就記得 1 先加兩個雙引號 移到中間 再加兩個and 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I就可以了 然後呢 最後一步 把and前後 空開來 這樣OK了 所以反正你多做幾次啦 你會發現 其實大概就這麼一回事 那程式裡面很多這種串 在一個字串裡面 串一個變數 這種情況 需求蠻大的 所以慢慢習慣 再做一次 所以這邊的話一樣 雙引號 兩個嘛 移到中間 and兩個 移到中間 加一個I 然後把and 前後加空白 OK 那最後這個3 但最後一個方法 更快 就是如果你 做熟了之後 其實你只要做一次 那就把這個 雙引號到雙引號 這個範圍的文字 複字 把它貼到這個3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啦 你就不用做3次了 你就做一次 然後貼3個 這樣子也可以了 那做好之後的話 你會發現 我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 輸出的結果呢 就會是我們預期的 也就是輸出的公式 第一個會A2 第二個這邊A3 一直的一推 那最後一個是A10 有沒有 就剛好意思是說 把那個I裡面的這個變數值 串接到A的後面去 所以呢 你把它放進 它本來是A m的I嘛 那I因為這個值會變動 所以它就 D是A2 所以A2 這邊就A2了 串接之後的結果 就被丟到這邊來 被執行 OK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 這個連續的動作吧 因為它動得蠻快的 所以有時候 你可能就是稍微想像一下 它這背後做的一個過程 那因為我們現在資料量其實還蠻小的 所以其實你沒什麼感覺 那如果資料一大的時候 你會覺得好方便喔 甚至的話 因為我們只有 做一欄 那如果你有多欄 比如你一個工作表 甚至多工作表 多工作顧的話 甚至你也可以一個回圈 可以把大量的資料全部都完成 OK 瞬間的話可以把報表給做出來 這個當然請各位試試看 就是這個地方 把剛剛的這一串 上禮拜做的這一串 放到這裡來 然後把它變成像這樣的一個架構 你現在可以先背一下口訣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 如果要再增加第二個按鈕 所以第一個按鈕 我們刮弧四串公式 那就做完了 做完之後的話呢 當然第二個我需要一個清除的按鈕 按下這個清除 可以把這邊的公式給清掉的話 那當然喔 最簡單的方法 其實你可以拿 這個上面的Sub跟EndSub 可以Ctrl-C Ctrl-C之後 你可以把它Ctrl-V 那最簡單的方法 直接怎麼樣 把這邊喔 改成清除 Sub後面的名稱 你其實可以不需要重新再建一個Sub 你直接打 清除 那清除怎麼清最快喔 其實底下這個公式這個可以刪掉 這個感覺喔 最簡單的方法喔 其實清除我前面講過喔 就是把儲存格裡面放什麼呢 放那個空的資料 那空的資料呢 實際上喔 在那個VBA裡面喔 就是等於什麼啦 後面 什麼是 你不能沒有東西嘛 那你等於空的資料 我一直強調 在Excel裡面工資也有嘛 有沒有 就是那個什麼 兩個什麼啦 雙引號 這樣的話呢 表示說呢 我要在這個範圍 通通幫我輸出這個東西 那這個其實就清除啦 所以你把它執行 這邊就清掉了 OK喔 所以其實上面這個寫完之後喔 你可以把這個Sub到EndSub 複製下來 變更一個名稱之後 然後把後面這個公式喔 改成兩個雙引號 記得喔 這好像同學 不知道為什麼 他就在這邊加一個空白 其實完全不需要的喔 有的人就習慣 一定要裡面看到東西 才安心才怎麼樣喔 不需要啦 直接兩個雙引號 執行就可以了 所以呢 基本上我們就完成了 這兩個按鈕 所以當然做完之後 你也可以再插入按鈕 然後加第一個按鈕 所以你可以按下去 你會發現喔 他就自動幫我把公式輸出 有沒有 第二個按鈕就清除 就清除了 OK有沒有 所以一個Sub 兩個Sub 就OK了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吧 就是 把它寫在module2 所以上個禮拜的東西延伸 這其實就 慢慢熟練喔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OK 試一下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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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